杭州亚运男子田径200公尺决赛登场 中华队选手杨俊翰排在第九道出发 在最后一刻压线以0.01秒 击败了隔壁道的卡达选手 成功替中华队摘下了铜牌 有着台湾最速男支撑的杨俊翰 也20秒74拿下男子田径200公尺的铜牌 也是台湾田径队这一次亚运第一面的田径奖牌 杨俊翰原本先在100公尺的预赛准决赛跑完两趟 即使无缘晋级100公尺的决赛 但是他不气馁瞄准200公尺成功逆袭 终于夺下铜牌站上颁奖台 在亚运的时候我自己期许是希望说 自己可以在比赛的时候 可以突破自己的全国纪录20秒23 甚至说接近这样子 杨俊翰这一次面对200公尺的赛事 表示是压力最大的一天 夺牌后也直呼不可思议 虽然他没有打破自己保持全国 20秒23的目标 但他认为都有完成自己的步骤跟战术 已经给自己非常大的鼓励 而五年来长期的训练成功突破困境 他也希望接下来的赛事也能够拿下好成绩 TVBS新闻蓝鱼明鱼姓汉 杭州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